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0年3月17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暴雷 聊聊房地产 昨天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召开了金融委会议 这个会上大家都知道主要是股市的事情 但是也提了几句房市 房地产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上是个打酱油的角色 但是不要紧 哪怕是打酱油 只要提到了那都是利好 所以不管怎么说 对恒大对许老板都有一些宽慰的作用 总之感觉有一丝曙光 对许老板来说 是个难得的一个好消息 但是对没有爆雷的房企来说 可能利好的作用效果更大一点 那么对许老板来说 昨天同时也有几个不好的消息 所以对许老板来说 总是好消息伴随着坏消息 那坏消息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太和集团董事长黄其森正协奏调查 公司启动应急预案 3月16号晚间太和集团发布公告称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其森正在协助有关机关调查 公司董事会启动应急预案 目前公司联席总裁葛永和联席总裁汪景刚正常主持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工作 公告称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 公司具有完善的组织架构和规范的治理体系各项经营活动正常 太和称一年多来公司与多数金融机构达成和解 全国多数项目实现复工复产 2021年至今全国有超过20个批次的项目实现交付 今日太和股价以斩停收盘 昨天啊太和股价斩停的那就是隋大六嘛 大家都斩停他肯定也得斩停对吧 昨天斩停绝对不是因为太和自身的原因 那太和集团他主要是做那个什么北京院子 什么南京院子是那种高端地产 这个北京呢有好几个烂尾楼导致很多业主维权 我们看一个视频 哈喽太和老板黄岐生昨天被有关部门调查了 这个消息一出来啊 我们全国业主都高兴的不得了 为什么呢 在过去这个几年当中 因为黄岐生从中作梗 我们有很多项目具备复工的条件 最后都没能复工 那么黄岐生这一次被之后 各地的项目能不能有所好转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呢可能也是因为太高兴了 昨天晚上很晚才睡觉 好不容易睡着了呢 还梦见自己的房子收房了 要装修呢 正跟我爱人商量买什么颜色的地板地砖 我相信黄岐生被对我们所有的业主来说 都是一件利好的事情 但是对于股民来说 大家还是要仔细的去分析 太和的现状 不要盲目被割韭菜 这个太和院子 反正我了解的 在北京它有个项目 这个项目跟一个信托有关系 那信托呢 就把它一个楼呢给查封了 因为它烂尾了 然后呢 这个信托呢就相当于这个武矿跟恒大之间的关系 把它某一个项目就接管了 信托出钱把这楼盖完 这是一种玩法 剩下的呢还有一些楼盘呢 或者就是二七三七呢 业主呢自发的组织起来 业主他们找租建部门 他们集资凑钱把这个钱打到这个租建部门指定的账户上 然后呢去完成这个楼房的这个收尾工作 把这楼盖完能交楼 然后他们业主这个收房 这不就是复工复产吗 是业主出钱集资 但是呢 他操作的时候呢 就出现问题 就是业主集资的钱都被挪用掉了 而且这个是应该是2000年的事 这个说明这个太和啊 资金链啊极度紧张 这也导致很多业主啊 就四处去告 也加剧了太和集团的这个融资的难度 但是呢 这个民营企业老板都这样 就不见棺材不落泪 不转南墙不回头 所以他是不会轻易交相的 所有的一切都要抓在自己手上 哪怕的不值钱 他也抓在手上 这是民营企业老板的一个特色 除非是法院强制执行 或者像信托那样的 直接把股权就划走了 这项目跟他没关系了 他没办法 否则的话 一般的地产公司 这些老板 是不会把自己的项目给别人的 砸也要砸在自己手上 这叫控制 所以说大家就知道了 为什么许老板说 绝不借卖资产 你所有的这个交易 对他来说都叫借卖 所以说啊 这个黄其生被捕 被抓起来 被控制起来 限制了自由 这个对许老板敲显了警钟 许老板自己得掂量掂量 如果你还说什么 绝不借卖资产 还在从中阻挠 影响这个保教楼 影响复工复产 那黄其生就是许老板的下场 第二个呢 是海航集团 3月16号 据那个第一财经记者 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 海航集团多名高管被带走 包括现任的董事长 包启发 还有什么监事会主席 孙明宇等等啊 都被这个警方带走了 知情人士对记者分析啊 包启发和孙明宇被带走 或于成丰案件有关 去年9月14号 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 首席执行官谭向东 因涉嫌违法犯罪 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大家也看一个视频介绍 根据第一财经今日报道 现任海航航空集团 董事长包启发和海航集团 监事会主席孙明宇 几天前被警方带走 目前海航航空集团 为辽宁方大集团控股 其直接 间接持股海航的 十多家航空公司 在方大集团正式入主 海航航空板块 即将满一周时 海航航空集团的领导班子明确 其中包启发被任命为 海航航空集团的董事长 其他管理层 也都是老海航人 目前 海航航空集团方面并没有 披露包启发被带走其原因 不过 根据天眼查的工商登记信息 海航航空集团的法定代表人 三月 16日以由包启发 变为王英明 与此同时 海航航空集团也已发布内部文件 撤销包启发的安全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 由海航航空集团总裁 王英明担任 知情人士对记者分析 包启发和孙明宇被带走 或与陈丰案件有关 去年9月14日 海航集团董事长陈丰 首席执行官谭向东 因涉嫌违法犯罪 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而在王健去世 陈丰回归后 包启发一度进入海航集团董事局 孙明宇则是海航集团的监事会主席 同时任海南省慈航公益 基金会理事会理事长兼秘书长 在2020年2月海南省 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进驻前 海航集团董事会有5人 分别是陈丰 李先华 谭向东 陈晓峰 陈丰之子 何家福 如今海航集团官网上的董事会 成员只剩下李先华和何家福两人 在海航的破产重整工作完成后 海航集团老股东团队的股权已被清零 他们的股权都转移至债权人享有 在此之前 海航集团由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Helion Seaham Charity Foundation Inc.12名 自然人以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拥有 其中 分别设立在境内外的慈航基金会和Seaham Foundation拥有 海航集团50%以上股份 12个自然人股东持股47.5%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0.25% 12个自然人股东 均为海航集团创始人和高管 而根据重整计划 未来 海航集团将变为由债权人作为受益人 以信托计划来管理 运营的持股平台 信托计划将通过总持股平台实现队 海航集团旗下相关资产的实控及管理 即将海航集团等321家公司 以全部资产纳入了信托计划 包括30多家酒店 7个金融吃牌机构等 未来债权人能从信托计划中受偿多少 主要看信托计划处置资产 和经营收入的具体情况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海航的破产冲整 我也做了好几期视频 给大家介绍 因为恒大往下走 也大概率是破产冲整的路子 所以有必要提前 学习一下海航集团的破产冲整 实际上海航集团遇到的问题 跟恒大的问题 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就是海航 它这个资产国内国外都有 而且海航跨行业非常广方 金融资产非常多 而恒大它主要是地产业务 而且主要是在国内 国外只涉及一些海外债权人 没人债 那是咱欠别人钱 恒大在海外没有什么资产 所以相对来说 恒大比海航破产重整要容易一点 从这点说 但是恒大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困难的地方 那就涉及到地方这个政府太多 它在全国各个省都有项目 不像海航 它在国内主要是海南省 海南省好协调 恒大呢 恨不得每个省都有项目 它总部在广州 那广东省呢 协调全国 它也协调不了 这些就是海航的破产重整 和恒大的破产重整 到时候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大家都有啊 这个叫理财 员工理财 都有上市公司 恒大的规模更大 所以说海南航空的破产重整 跟恒大有可比性 可以参照 那么这么说的话呢 作为实际控制人 你看海航的陈峰 还有这个总经理 现在又抓了两个 四个人被抓了 高管 那作为恒大的实际控制人 许家印 包括其他的高管 记得好好想一想 自己啊 对照一下海航 这几个人 有没有共同的情节 或者类似情节 到现在为止啊 海航的几个人被抓 什么罪名 咱还不清楚 对吧 有小道消息 但是都是未经证实的 这个也给许老板 以及恒大的高管 敲响了警钟 如果保交楼处理的不满意 或者是还有其他想法 那么啊 海航的高管 他们的下场 就是恒大高管的下场 所以我说啊 这个泰河老板 黄其生 以及海航的高管 他们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或者被警方传唤 带走 限制自由 这个对许老板来说 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 总体上来说 昨天啊 一个好消息对恒大老说 还稍微朦胧了一点 但是两个坏消息 那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按理来说 许老板应该心情不太好 但是呢 咱们有一说一啊 先比较其他民营房企老板 许老板还是很有眼光的 因为民营房企啊 未来基本上没有什么路可走了 自生自灭 但是许老板确实是成功转型了 搞新能源汽车了 马上就要炼产了 如火如荼的 大干快上 你先比较这个什么碧桂园 融创这些老板呢 还在焦头烂额的 防止爆雷 即便不爆雷 他的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业务 有什么好做的呢 不像许老板 已经找到了人生第二春 当然前提啊 是许老板要把保教楼的事 要妥善处理 否则啊 这第二春就在监狱里度过 如果保教楼完成的不错 那许老板以后啊 又是一条好汉的 叫涅槃重生 再聊一下啊 昨天这个金融委开的会 关于房地产这块的 他关于房地产的表述啊 关于房地产企业 要及时研究和提出 有利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 应对方案 提出向新发展模式 转型的配套措施 这个就是关于房地产的 就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呢 老生参谈 没有什么心意 所以我说呢 这个昨天金融委的会议 房地产企业 就是一个打酱油的 稍带手说一句 什么叫向新发展模式 转型的配套措施啊 实际上就是 什么叫供油产存房啊 什么这个经济实用房啊 什么连租房啊等等 就是这些以前的老生常谈的 那搞这些公用产权房 那银行就要多贷款 你得拿出方案出来 政府也没钱 因为那20% 30%都是政府持有啊 政府哪有那么多钱啊 还得银行贷款 那个钱是沉淀下去的 不能把它转嫁到这个购房者头上 对吧 那你作为金融机构 你就得配套措施出来啊 就是实际上就讲这个事情 然后呢 化解风险应对方案 那就是化解 比如说啊 这个融创 现在是资金链断了 怎么化解 恒大 对吧 它已经没救了 逼国员 正要这个爆雷 怎么化解 大家记住了啊 这个金融委啊 一直强调的是 叫市场化 法治化 什么叫市场化 法治化 就是银行 你的那些规则 还要讲的 不是说无原则的啊 那你直接给融创 2000亿 行不行呢 那就是风险 是银行挡着的 银行没有办法帮融创 他能给的贷款 都给完了 实际上是融创杠杆太高 对吧 这些爆雷的房企啊 都是杠杆太高了 呃 银行是有抽贷 加剧了这个爆雷 但是现在银行不抽贷了 对吧 我抽的贷还回去啊 本来给你100亿的这个受信 我现在100亿给足 都给你 那这房企也不行啊 因为房企其他的渠道 传播堵死了 比如美元债发不了了 这个理财肯定发不出去了 谁现在还那么傻 还买房企的理财呢 然后这个私募 新托 他是不会给你 房地产企业再借钱的 即便借 他也要 要有这个抵押 抵押物 股市 增发 这是个渠道 但是你看股票跌成这样 你再怎么增发 没有办法增发 一增发 你大股东的控制权就没有了 增没了 就是说 他这些不需要抵押的 这些融资渠道 都堵死了 现在呢 银行倒是愿意放出放钱 但是这些房企 他没有抵押物啊 他没有抵押 他抵押物都已经抵押完了 那你说怎么办 所以银行呢 只能向房地产行业放水 像这些 其他的没爆雷的房企 没有出钱的房企 比如国营房企 给他们放水 给他们什么专项债 让他们把融创 把壁国原案 出钱项目 都给买了算了 这些项目 搁在融创手上 也没有办法 再玩下去了 你把它买了 所以说呢 现在的 目前的情况 就是房地产市场 已经有钱了 水有了 搁在去年啊 融创想卖项目 都卖不掉 就是没人买 因为市场没钱 再加上大家 其他的房企 也不看好 没人买 没法交易 现在呢 市场有钱了 你融创玩不下去 但是保利可以玩 保利能拿到钱 所以说理论上啊 这个市场有钱了 但是实际上呢 这些国企 国营房地产公司 他愿意不愿意收购 是个问题 他看好不看好房地产 所以这么看的话啊 这个金融委的会议 实际上对这个融创啊 碧桂园啊 这些民营房企的帮助啊 不是特别大 但是客观上 是有帮助的啊 我在应该是 前几天的视频里面 已经给大家分析过 就是央行啊 银保监会 要求各个房企啊 上报 就是哪些银行 答应了给你放款 给你受信了 但是就是不给你钱 报上来 对吧 这个银保监会 央行再去做工作 勒令这些金融机构 必须给人带 你都给人批了 凭什么不给啊 那么这个就势必造成什么呢 造成这个 这些民营房企啊 手头上资金的稍微活一点 因为很多银行啊 商业银行 人家都是独自考核的 都要自负盈亏的 所以说呢 他给这些房企贷款的时候 都有黑名单白名单 白名单就是国企 都是白名单 黑名单是什么呢 就这些民营房企 作为口号 我支持 我给你批五个亿 收信 但是呢 作为我自己内部风险控制 我不给你钱 你说要把这五个亿带给你 那我找很多条件啊 卡呀 搞很多程序啊 让你慢慢走啊 实际上民营房企拿不到这钱 那央行和银保监会 就要纠正这个错误 这个客观上 也对民营房企有帮助啊 让这个民营房企啊 爆雷啊 这个时间 往后推了 所以说 这个近期啊 央行啊 金融委这些措施 对民营房企有帮助 至少是见解的 至少让这些民营房企 它的项目 在市场上交易 能卖出去 但是卖出去 对这些民营房企 自身有没有什么帮助 这就不好说了 很多民营房企啊 这个项目啊 卖出去之后 说卖了50亿 实际上它一分钱拿不着 因为这个项目本身 抵押就是50亿 50亿卖掉 把这50亿正好还在项目上的带款 和什么私募的钱 还有什么信托的钱 实际上它处置项目啊 带不来现金流 就是现金流没有增加 这就是这个许家印 天天喊的 绝不借卖资产 许家印提出啊 所有的卖资产 资产卖完之后 必须要有钱回来 就是现金流要为挣 我把这资产卖掉之后 这个资产上面的负债 还完之后 我还有现金回来 我才卖 否则死活不卖 否则就叫贱卖 大家明白了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呢 金融委的这个会议啊 对房地产这个作用 有 但是有多大呢 咱们要关注 要看客观上啊 让民营房企的爆雷 稍微推迟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昨天新华社 采访这个财政部的 什么相关官员说了一句话 总之就是意思啊 发展税今年不是点了 这个我已经仿佛讲过了 这个实际上是最差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悬而未决 达姆克里斯之间啊 就悬在头顶上 什么是展不知道 你倒是展一下最好 是重重的展下来 还是轻轻的展下来 总之 你把它放下来就好了 至少呢 市场呢 就利空出尽 势利好 可能金融委啊 协调不了财政部 财政部不给金融委管 还有一个呢 什么呢 就是人大授权国务院 做这个房产税试点 国务院要不试点的话 他得向人大报告 我估计是这样的 这个程序还比较麻烦 所以他只能拖 这个就需要更高层的领导 来协调 实际上我认为啊 国务院单机立断 赶紧把房产税啊 试点推出来 有利于稳定房价 有利于让房地产市场 什么联性循环 否则这么悬着 永远不是个有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房市你要联性循环 说不好听一点的 就要把二手房要放开 二手房的所有交易规则 跟这个新房是一样的 什么利息啊 什么首付比例啊 等等 而且不要有什么年限限制 顶多一年半年的限制 要让二手房活跃起来 一手房才能卖得出 所谓的活跃起来 说不好听一点的 就是炒 但是呢 把这炒这字呢 咱改一下 要不然就直接打脸了 房住不炒 结果你又炒起来了 不是直接打脸吗 所以把这炒再改一下 这就不是直接打脸了 大家都能过得去 但那个问题又来了 你房地产一旦炒起来 又变成饮蒸止渴了 就相当于说 经济又被房地产绑架了 但是那没有办法 如其这么死掉 那还不如让他绑架 绑架后来还能 趁一段时间 对吧 慢慢来 拿时间换空间 你现在不让绑架 那就是死 你说怎么选吧 所以啊 这个政府也难选 确实很麻烦 这个房地产这个夜壶啊 不用 这个毒戒掉 是好 但是一戒要死人 经济要崩溃 你不戒吧 你让他这么吸下去吧 那肯定身体也垮掉 但是现在如果说 你深深让他戒 那你就眼看着他要死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还是让他吸吧 所以我觉得啊 我一直是这观点 就是说 你现在再看三个月 比如说三月 四月 五月 这三个月的数据 只要一出来 如果还是房市 还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就 政策要调整了 就是继续吸吧 能缓一天 试一天 对于房地产市场 它是不是这么走 咱们呢 可以密切关注 最后再提一下 股市的事情 这几天啊 股市走了个升危 先是暴跌 这两天 估计要报复性反弹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呢 又开始迷茫了 叫一根阳线毁三关 或者叫一根阳线改三关 后面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前天还是极度悲观 估计这两天又是极度亢奋 我是在市场极度悲观的时候 提示大家要投资 要买 但是我现在提示大家呢 把眼睛擦亮 怎么说呢 开个会 就能把整个市场扭软了 你觉得有这样的道理吗 具体的咱们在会员频道 再去聊一聊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一个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